大家好,为什么有时兰花不用分化 也能够让它快速抽花剑开花朵的呢 其实就是用到一种肥 就可以很好地让它抽出花剑开出花朵了 然而这种肥就是零甲肥了 因为零甲肥它的作用是蛮大的 首先就是增加这个根系的生长 还有叶片的油力度光合作用的 让这个花剑快速抽出的 像这种零酸二斤甲 是一种高纯度的零酸二斤甲 给它浇灌是比较好的一种花肥 这是抽花肥 其实不用春花 也是能够让它快速地生长的 首先咱们用到的就是一个尖嘴壶 然后大概准备300毫升的精水 给它用一个小勺子 里面配有一个小勺子的 大概半勺就可以了 大概7天左右的时间 给它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摇晃均匀 沿着这个花板边 也给它适当地浇灌进去就可以了 一定要用一个尖嘴壶给它浇灌 慢慢地浇灌它上透就可以了 不要一下子给它冲灌下去 这样它一下子会吸收不了养分 而影响它正常的生长的 这样也会白白浪费这种肥料 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一定要慢慢地浇 就是要着花板边也慢慢地浇一圈 直到它这个盆底流出水为止 就可以给它顶及浇灌了 像这种链甲肥 它也是一种很好的触花肥 也不用给它春花 也能够很好的 让它快速地抽出花剑 开出花包 花朵的了 所以使用链甲肥 给它吸用也是可以的 所以想要自家的兰花 快速地抽剑 开花朵的话 不凡使用一点链甲肥 给它吸用就可以了 这样就很好的 让它快速地抽剑了 好了 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 下期再见 谢谢